我請問一下 民眾黨你們這群 黃國昌陳志蘭 教委宣 你們知道1500是什麼嗎 你們也不知道啊 對 那你怎麼可以直接說不是錢 然後說我們是造謠 對 你怎麼知道不是錢 現在證明你們才是造謠 他們怎麼全部都躲起來了 而且還做這個圖卡到處傳 只要聽到這兩個媒體的名字 就一副很不屑的樣子 可是謝國良今天一早主動 他主動受訪 然後說對 我們家族的長輩 因為聽到這個高鳳安叫柯文哲演講 聽到很感動 所以就決定要駕婦200萬 駕婦200萬 我就給邱佩玲 邱佩玲就拿去了 對 講得很輕鬆耶 是 交一個朋友200萬 對 謝國良早點跟我交朋友 就不會這麼幸福 正好為什麼沒有人要跟我們交朋友 可能我 謝國良我也想跟你交朋友 我也有還會演講啊 所以你這200萬是什麼時候給的 跟邱成元的退選 跟邱佩玲的任用 跟楊寶真的會用 到底有什麼關係 謝國良你講一下越講越灰 我在這個政壇混那麼久 你有看過政治人物 夾虎給政治人物的嗎 很少 你有看過政治人物夾虎給別黨的政治人物嗎 這個就沒有 更少對不對 謝元之 你那時候有沒有捲我 應該是沒有 應該是 謝立功啊 在這個臉書上發了一篇文章 先跟大家簡單前情提要 謝國良的部分新聞跟週刊的報導 我看完之後 心情複雜且感慨 複雜啊 都滿千百智慧 感慨感到這個 嘆了一聲長氣 本來我是不發表 不想發表言論 我要尊重司法 但是你們 阿公啊真的撞不住 怎樣 你不要亂加字 阿公啊啦 就立功嘛 他說新台幣兩百萬 是一個謝立功 我去撞不住 來我們看週刊內容說 事發是2022年 這表示什麼 他事前不知道 對 他不知道謝國良跟柯文哲 有這個協議 對 或者是這個金流 這個交易 對 週刊沒有說出來的事 這個是重點喔 如果發生在2022年11月26日 投票之前 那問題就複雜了 這個複雜 我們把它簡化成兩個問題 第一個 我本來要選 你不讓我選 你撞兩百萬 給我賣算 誰啊 你有戳湯元的嫌疑喔 對 第二個 如果你是在投票之前 候選人拿錢給這個 另外一個在野打 然後讓他 這個不管是支持 動員或支持 對 或者是不要支持另外一個人 是 這會不會有會選的問題 這就是會選啊 他已經不是什麼 我們兩個是盟友什麼 我聽你演講很欣賞你 你本來在選機欸 國良啊 這件事真的太難看了 正常人喔 你如果做壞事 尤其是你的黨主席 不要講黨主席 你們政黨重要的人士 被壓進去 每一個能低調就低調 對 就一個民眾黨跟所有人都不一樣 所有事實攤在前面 我們得到各方訊息 也就是一五零就是萬 就是一千五百萬 可是民眾黨是個奇葩的政黨 他敢發這個圖 對不對 說我們三立電視 說我們鏡周刊 是抹黑造謠比賽的冠軍 現在證明全部都是真的 為什麼除了謝國良之外 說檢方約了十幾個人 有媒體大亨 有建商大亨 有中南部大佬 有邱佩玲 有實業行銷管理公司的負責人 有媒體的董事長 有建設的董事 裡面他們都說確實這個數字是錢 所以這一五零零出來之後 我請問一下 民眾黨你們這群 黃國昌陳志蘭 教育宜宣 你們知道一五零零是什麼嗎 你們也不知道啊 對 那你怎麼可以直接說不是錢 然後說我們是造謠 你怎麼知道不是錢 現在證明你們才是造謠 他們怎麼全部都躲起來了 而且還做這個圖卡 到處傳 只要聽到這兩個媒體的名字 就一副很不屑的樣子 可是謝國良今天一早主動 他主動受訪 然後說對 我們家族的長輩 因為聽到這個高鳳安叫柯文哲演講 聽到很感動 所以就決定要抓婦兩百萬 抓婦兩百萬 我就拿了邱佩玲 邱佩玲就拿去了 對 講得很輕鬆 是 交一個朋友兩百萬 對 謝國良早點跟我交朋友 正好為什麼沒有人要跟我們交朋友 可能我 謝國良 我也想跟你交朋友 我也有還會演講啊 然後呢 他說什麼 他說如果要罰錢就罰我啦 對 罰錢不會罰你 對 罰錢罰你 可是 這個柯文哲如果他收了政治現金 沒有申報是三年以下 哎唷 一罪一罰 哎唷 這條嘛三年以下 他那個以銷每一行都 三年以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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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就是那邱佩玲 搞不好給了邱佩玲 邱佩玲沒有拿去交啊 對 這都有可能啊 我們不清楚 但是可以確定一件事情 就是1500事前的可能性大增 這是這個臨傳媒說的 因為臨傳媒說很簡單 簡方其實一直要證明1500是one 可是柯文我不講 沈慶晶也不講 對 沈慶晶都不講 情況之下 檢方覺得很簡單 我把所有負商 捐過來 因為他的名單有個list 對不對 所有人都約過來 我就問 你有沒有捐 譬如說媒體大亨 你是捐五百萬 還是約凌晨五點 譬如謝國良 你是捐兩百萬 還是凌晨兩點 結果他說什麼呢 這些負商 多未否認成斗內 因為有可能負商 嫁戶很多 所以你也不記得 他們是怕負負責 對 可能會一百 會兩百 會三百 但是他們應該都確定 他沒有交錢 對 當然檢察官叫他來的時候 不怕說你有沒有交錢 你那個交多少錢 對 你怎麼交 對 在哪裡 你給現金嗎 對 當時柯文哲有誰去嗎 你講這個你旁邊有沒有人跟你去嗎 是 是你們匯款嗎 就全部兜一兜 搞不好就真的兜出我們所謂的 所以證人一口同聲 都是捐款的同質性推論 對 一五零零以及有高度可能性是錢 這個就已經很明確了啦 所以不要再說這不是錢 至於這些人捐錢 柯文哲可以去銀刀 可以去東部 可以去中央 可以去創薩 我們不知道 對 那柯文哲現在就也都通通都不講 然後反正把這些的這個證據全部鞏固以後啊 對 就可以確定柯文哲真的有收現金 對 今天這個結論就是柯文哲有收現金 而這些現金也沒有用在民眾黨的身上 好 那另外一件事情 因為謝國良承認什麼 因為這是聯合報的 他今天受訪的 謝國良直接說什麼呢 對於鏡週刊的報導 謝國良說大致是這樣 但是現在不能講太多 然後不能透露 又要尊重檢方 可是確實就是有給兩百萬 可是現在傳出來這兩百萬 變成癒痕了 這個齁 謝國良你就是故意 跟沒有經驗 他不是法律師的嗎 法律研究所 法律研究所 麻省理工 政大 政大 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你去那裡叫他 不可以抗其他人出來 他說他抗他們的長輩出來 對 檢察官說來 長輩是誰 名字寫下來 電話來我聯絡一下 然後那個長輩就要去嘛 對 說你為什麼會捐 你當時給謝國良現金嗎 對 他是給什麼 那長輩說 那現金哪裡來 我沒有捐 現金沒有 我是匯款 整個匯儼 謝國良你在說這時候 第二個 這個這個到底是時間點 是什麼要確定 對 因為高鴻安的演講 高鴻安跟柯文哲的演講 是2022年的7月的時候 對 八月的時候邱承遠 退出激容市場選舉 第二個 你後來又用了邱佩林 對 邱佩林是民眾黨 對 你又用了楊寶真 喔 對 你又用了楊寶真 然後給了兩百萬 用了邱佩玲民眾黨 用了楊寶貞民眾黨 對 所以你這兩百萬是什麼時候給的 跟邱成元的退選 跟邱佩玲的任用 跟楊寶貞的會用 到底有什麼關係 謝國良你講一下越講越悲 你雖然還沒去用罷免 可是新聞還是會聚焦在你身上 接著我想問3Q 因為狀況是這樣 謝國良這個承認兩百萬 其實同時做了好多件的政治因素 第一件事情 證明所有民眾黨的現在都是光屁股 潮水退了 全部光屁股 黃國昌光屁股 陳志涵光屁股 吳宜璇光屁股 民眾黨的小草 由上到下都光屁股 阿伯一五零零就是一千五百萬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出大事了 謝國良承認 他狗狗兩百萬給柯文哲 我在這個政壇混那麼久 你有看過政治人物 狗狗給政治人物的嗎 很少 你有看過政治人物狗狗給別黨的政治人物嗎 這個就沒有 更少對不對 葉原資你那時候有沒有捐我 應該是沒有 應該是沒有 你說同一個黨的長輩 對不對 派系統 狗狗給自己的阿弟 正常對不對 對 你哪有狗狗給別黨的 可是這時候遇到一個大問題 如果是在七八月狗狗 邱成榮退選的話 那叫捨一雅 這第一個 第二個你說謝立功 謝立功今天貼了個臉書 謝立功不虧是法律專家 他超級狠 他說如果這筆錢 是在選前狗狗的話 問題就大了 因為他就是會選 所以謝國良現在面臨怎樣跟會選二選一 這個人叫謝立功 他擔任過民眾黨的秘書長 謝立功在這個臉書上發了一篇文章 先跟大家簡單前情提要 謝國良的部分新聞跟週刊的報導 我看完之後 心情複雜且感慨 複雜 滿千百智慧 感慨感到這個叹了一聲長氣 本來我是不發表 不想發表言論 我要尊重司法 但是你們阿公真的撞不住 怎樣 你不要亂加字 阿公啊 就立功嘛 他說新台幣兩百萬是一個謝立功 我棄得撞不住 來我們看週刊內容說 事發是二零二二年 這表示什麼 他事前不知道 對 他不知道謝國良跟柯文哲 有這個協議 對 或者是這個金流 這個交易 對 週刊沒有說出來的事 這個是重點喔 如果發生在二零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投票之前 那問題就複雜了 這個複雜 我們把它簡化成兩個問題 第一個 我本來要選 你不讓我選 你拿兩百萬給我賣算 誰啊 你有戳湯圓的嫌疑喔 對 第二個 如果你是在投票之前 候選人拿錢給這個 另外一個在野打 然後讓他 這個不管是支持 動員或支持 對 或者是不要支持另外一個人 是 這會不會有匯選的問題 這就是匯選啊 他已經不是什麼 我們兩個是盟友什麼 我聽你演講很欣賞你 你本人在選機耶 他當然不會在政治獻金上面看到 這個金流上面還有一些法律上的問題 是嗎 第一個 你民眾黨有沒有報仗啊 沒有 你是政治獻金收的 是給他選總統的 是成立基金會的 是幹嘛用的 就沒有啊 我們政治獻金就沒有開到謝國良兩百萬啊 沒有 就會牽涉到鄭宇的問題 而且謝國良自己取公啦 願意代表長輩受罰 他的意思就是補稅啦 那個小小的錢他不在意我們快樂的成年人 怎麼在意那個 會選要坐牢啊 那會選 就罷免過關 就土城被關 我聽你講 我聽 我還是要講 這個人很厲害 這個人我們整篇文章 從鄭浩義川討論到 我都沒有討論到 這個人出入基隆市政府 像是銀刀召咖一樣 這個人要介紹誰去 謝國良那邊都可以 這個人叫黃珊珊 還記不記得楊寶珍怎麼進去基隆市政府的 黃珊珊夜訪基隆市嘛 對這也是我們三立的獨家 謝理公在民眾黨裡面最討厭誰 誰不讓他選基隆市長 就是黃珊珊 所以這 謝理公的發言啊 其實是直指 啊欸 珊珊啊 你當初是這條錢跟你講的關係 邱佩林照他做副市長呢 揚寶珊讓你介紹你計量市呢 所以黃珊珊在基隆市這一塊 至少在基隆市這一塊 柯文哲是交給黃珊珊去處理的 這個人真的很厲害我覺得 名字有個三的都很不簡單 怎麼有辦法穿梭其中 另外一個三是誰 三Q陳柏文 你名字沒有三 我名字沒有 外號有